美麗蛻變重新開始 大家好我是劉佳玲醫師 嗨大家好我是Mini店長 越來越多海外的客人 會來諮詢相關手術的一些資訊 如果有相關問題想了解 這集一定要好好的收藏起來 通常客人他們都是透過我們的官網 或是說一些LINE的平台 那會跟我們做一個初步的聯繫 那首先跟客人接觸到的是 我們第一線的客補小編喔 那客補小編呢 他會提供你的一些我們公司的基本資訊 那也會希望客人提供 你想改善部位的一些照片嗎 讓我們就是說做一些評估 那通常我們都會把這些照片 提供給劉佳玲院長 那讓院長去看一下 怎麼樣去幫你做一些最佳 最完美的一些修飾 沒錯他們會先把照片先給我先看 那我會先從照片去評估 他這個部位是不是適合去抽籍 那甚至有些如果說時間上允許的話 我們會可以做個視訊 直接面對面這樣來談 這樣也會比較清楚 再來呢就是我們的諮詢人員了 我們的諮詢人員會與你主動聯絡 那也會跟你詳細的去溝通 我們手術當中所需要耗費的一些時間 跟他的一個過程大概是走怎麼樣的一個流程 那手術預約的時間最好 最好就是說提前三到四周 因為一般其實我們診所的手術預約還滿滿的 那如果說你的時間允許之下 三到四周的一個安排其實是比較減緩那一種 就是說可能當中會有一些變化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在住宿的問題 因為大部分的海外客我們會詢問說 有沒有家人同行啊 有沒有人陪伴來照顧你 那如果說有的話我們會推薦說 可能住診所附近越近越好 那像飯店診所附近就有好幾家很不錯的很推薦的飯店 那你可能在手術後可能隔天回來回診或是換藥的時候 你一分鐘就可以到達我們院所 這樣你是會比較舒適的 大部分海外客搭到台灣通常不是到桃園機場 就是到松山機場 那不管你到哪一個機場其實到我們院所都是非常方便的 如果是到松山機場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搭捷運的綠線 那直接到松山南京的4號出口 直接走很快就會到店的 那如果是桃園機場呢 那機場也可以直接到捷運站 到我們的松江南京站 也是一樣可以直接步行到我們院所 但是各位其實我覺得搭計程車最好最方便 雖然在線上質詢的時候 我們都會先確認好手術的部位 但是我們手術前還會再做一個最後的確認 那一般我們會建議海外的客人最好可以提早 至少一天可以先來診所 那我們先做好這些手術部位的確認 再來就是我們要先抽血 去檢驗一些血液的這些檢查 到底有沒有什麼異常 有沒有問題 再來就是說如果說有要自己脂肪補胸部的課 我們也會先幫他安排做個胸部的超音波 再來就是把這些術前這些都準備好 那我們隔一天再安排手術 這樣對整體的什麼手術的流程啊 或者人員安排我們都會比較順 那至於手術的時間要做到大概多久 那要看你手術的部位啦 如果說做個大腿環抽 可能大概就要三個小時到四個小時 那做個手臂的話可能大概就要兩小時 那不管怎麼樣 你就是手術那一天 術前來這邊做準備大概一個小時 然後手術的時間 然後術後退麻藥大概再抓兩個小時 所以說大概至少半天到一天的時間 然後再診所這樣 如果可以的話會建議你在台灣 預留大概兩週四天的時間 那包含就是說 術前第一天的一個諮詢 跟最後的確認溝通 那再來手術當天啦 還有術後連續三天的換藥 跟大約十天的拆線 這樣是最完整的流程 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最小也給我們五天的時間 包括說前一天的溝通 手術還有連續三天的換藥 那最特別的是 如果你不方便再回診所拆線的話 那我們會幫你做自拆線 自拆線就自己拆掉就可以的線了 那一般在疏後 我們會讓客人回來換藥的原因是 有時候如果說做生意拖太快 可能會造成短暈的暈眩 可能真是會暈倒 再來就是有些傷口 在比較後面的地方 可能自己沒辦法換到藥 所以說回來的話 我們會讓副理師教你怎麼換 然後也幫你換藥 還有還有拆線前 如果是希望它的消腫速度快一點的話 可以搭配一些消腫的產品 譬如說像市面上有些 烏公草啦 黑豆腐 紅豆腐之類的 然後切記一週內 如果還沒有拆線的話 千萬不要吃一些太重口味的 麻辣鍋 泡菜鍋 重鹹 重口味 重辣的 這些千萬不要 因為會影響你的那個重的程度喔 最後院長在這裡提醒大家 在數前三天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生理狀況 如果有任何感冒啊 發燒這些症狀 一定要提前告知 或是有在服用什麼一些藥物 甚至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病死 一定要提前通知我們 告知我們 對 還有阿姨 最後最後提醒各位 因為是出國 所以你們一定要去注意一下 你的護照PASSPORT有沒有過期 那另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關於金額款項的部分 那你可能要確認一下 是不是你的網銀啦 或是說匯款的部分 在國外是不是可以使用的 或是說要折換台幣的話 要提前先做好這些準備喔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請大家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大家下集見